就趁現在 因為親生媽媽早逝 忍寒五個月大就被舅舅邱和誠收養 邱爸邱媽跟四個哥哥 都把他視乳擠出 老年來年輕人大 他有很親愛的 所以我們是怎麼賣錢 他跟我付門不用帶錢 但是長輩們的過度保護 就讓忍寒覺得不太自由 就是什麼都被規劃好 被安排好 那個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被當作小公主呵護的忍寒大學畢業後 竟然通過考驗 成為國內第一位女攀術師 女兒從事如此辛苦危險的工作 邱爸邱媽相當不捨 要館八家我們也是會煩惱 去找一個比較固定 也是我們比較放心 忍寒一直惦記著 失聯多年的原生家庭親歌親節 他能和他們重逢嗎 週五晚上九點 就在公視頻道誰來晚餐 做生日後 手但